大家好 今天是8月7日星期三 今天立秋 立秋一秋 市就抽了上去 今年的立秋 又叫做武秋、伏秋、什麼秋、門秋 都是說一件事 根據中國是農民的測算 今年立秋之後都比較熱的 天氣熱 吃點西瓜 好了 所以就要看看 熱的時鐘 希望市都熱起來 今天也是 升的板牌十分之多 那麼 頭五個板牌是什麼呢 第一 有半導體 有必然 有資訊科技 有必然 遠景服務 有必然 保險 有必然 中標珠寶 冷門一點 為什麼這些都是很必然 因為你要升那麼多 這些都是硬的 都是佔經濟體系中比較大的部分 如果這些 反應的板牌上所佔的 應該是多了一點 這個就不是了 好 看看 半導體方面 品質國際等等 這些很多都會升上 9%至0.8% 然後還有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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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會升得多一點 南京紅貓電子股份 你不要以為它真的怕什麼 原來 重慶 這也是長冰光纖 這些都是有一些實力 是神經刀 久不久就會升得多一點 最後 其次 有軟件服務 軟件服務 就是這些 除了微博這些大隻之外 其他一些都很敏 南京藉數據 還可以的 數據的東西 於日後的AI發展的時候 一定是要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這隻不要太小 有空就留意一下 再其次 我們看看 就是會有這個是保險 保險也對 這些中國是忠忠挺挺 不會有很大的升幅 因為大家都是大牛龜 中標珠寶這些可以有大些升幅 不過你看到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買了人不是很容易發達 好,我們再看看各個版塊 今天十分之好 除了比亞迪慘一點之外 這些小鵬汽車股好像差跌跌 華晨也差跌跌 其他就沒什麼問題了 昨天若明生物升得好一點 今天又要下跌一點 現在一般都是升得好一點 騰訊升了2% 阿里巴巴又2% 美團表現若雞跌跌 中而洞又回到1% 中而洞還繼續升 很多人都看過去到80多元以上 南方 神山科技又升 工廠銀行又升 等等等等 各方面會升少少 京東方面又升多一點點 藏科也升5% 新東方是因為之前有些下跌之後 而產生的變化 所以今天又升了 好了,市方面 都是 是否在這裏有到一個支持位 但是呢 真是不知道 基本上呢 就已經 又跌穿了這裏之前的支持位 因此呢 這裏之前的170至172之間 就成為一個阻力區 不是阻力區了 希望165有這個支持 跟著上網一直上去 那這裏有這個 保力加通道的通道 好像是在擴闊中的 那擴闊呢 不一定是特別壞的 好像這裏這樣 就擴闊少少 擴闊少少 然後你就要 勁抽抽上去 這樣就可以好了 好了 那我們再跟著看看 今天可以留意什麼 或者是太古呢